正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推迟至14号闭幕 以完成与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相关的谈判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 中国对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相关谈判中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的谈判备受关注 涉及如何利用国际碳交易市场来减少各国的碳排放 多位与会人士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谈判中 起到了桥梁作用 并积极采取措施转变能源结构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和本届大会的各国与会代表商谈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感谢中国政府 一直以来对于促成巴黎协定的鼎力相助 正是由于中方的帮忙 我们才能够打开谈判的大门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中 中国一直去尽力促成谈判 在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同样如此 中国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关键角色 明镜需要发展平台 金智领